海博私创,就是海归的博士想创业 公司成立背景就是我们在美国是从事电池控制管理芯片的研发 做的这些研发要针对锂电池的这种充放电做管理 我们也想把这些相关的技术带回到国内 因为我们看到国内的新能源的汽车的事业 发展的前景和市场非常的广阔 我们北京市委组织部到硅谷推出的一系列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回国创新创业这些政策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扎实和落地的 所以当时我也是受到这些捐奖的影响 所以就是萌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 子女的入学 这个相关的教育 包括他所从事的科研的条件 其实这都可以作为一个环境 高端人才落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政府很好的营商环境的打造 我觉得也是决定这些高端人才落地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考量 便捷的方式去办理相关的这些手续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新的企业创办 它都需要去考虑 再有一个就是创新创业所需要的这种风险投资的这种知识 那应该说北京聚集了全国最多的这种科技创新资金的这种知识 我觉得这些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 把北京实际上打造一个对于这个创新创业 科技研发科技创新一个高地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海伯思创的未来呢 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讲一下 一个就是我们在国际化的布局 那我们现在积极走出国外 力增在用三到五年的时间 实现海外的收入规模和国内的收入规模 齐平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在这个技术和产业链的布局上 我们在做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 这样的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 做积极的这种产业链和技术的布局 那第三呢 是在产能的这种布局上 我们也是以北京为核心 辐射到全国 在长山脚 珠三角 包括西北等新能源应用广泛的区域 积极的做我们产能扩大的这样的布局 在长山脚 珠三角 和平洋一路 在长山脚 珠三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